小狮子快走不动了 母狮正在安慰着它 在空旷的大草原上 猎物少之又少 每只小狮子都瘦如干材 它们正在选择前进的方向 五头母狮带着九只小狮子 没精打采地出发了 它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忍机挨饿 出发之前它们饱餐一顿 但是这些都经不起时间的消耗 由于长时间没有看到猎物 它们的身体开始越来越虚弱 不得不休息调整 没停留多久 它们又急匆匆地赶路了 这一次大千玺对小狮子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两个星期后 它们完全变成另外一副模样 身上的肋骨一根一根地显现出来 两边的肚皮紧紧地贴在一起 更加严重的是 每只小狮子都熬成了黑眼圈 由于没有营养补充 母狮身上的奶水已经干枯 它们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前进 就连母狮也精疲力尽 然而它们并不能停下脚步 为了填饱肚子 母狮好像发现前方的猎物 其他的狮子还在急匆匆地赶来 面对恶劣的环境 母狮非常艰难 它们不仅要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还要兼顾小狮子的情况 原来它们发现油猪的巢穴 小狮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填饱肚子 由于精力有限 母狮轮流挖掘 这是它们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母狮还在拼命地努力着 小狮子的眼睛都看直了 它们离上一次进食 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 这只油猪直接关系到小狮子的生存 因为它们实在走不动了 它们眼睁睁地看着母狮的反应 口水洒落一地 流浪的生活非常艰难 就在这时 一只硕大的油猪被它们拉出洞穴 这只油猪虽然不多 但是可以解决它们的燃眉之急 小狮子蜂拥而上 直接围来过来 它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只猎物 油猪还没有死 它们就抢成了一片 一只油猪不到几分钟的功夫 只剩下了碎片 没有吃到的母狮还在继续挖掘 它把油猪留给了小狮子 有些母狮可就没那么安分了 它们依然在和小狮子抢夺猎物 左边的这头母狮显得非常伟大 尽管它很饿 但它依然把猎物留给了别人 从白天到黑夜 它们一直在忙碌着 只想挖到更多的油猪 为此 母狮轮流上阵 死死地盯住油猪的洞口 里面的油猪将再劫难逃 母狮的挖掘越来越猛烈 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油猪的叫声 第二只油猪被它们拉出洞穴 虽然艰难 但它们总算度过了危机 小狮子的处境也有所改观 但是这片草原一望无际 想要追上千禧中的动物 实在非常困难 吃饱喝足的它们在这里静静地休养 小狮子也得到片刻的安宁 这就是流浪的生活 对小狮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没有下雨 草原就不会焕发生机 食草动物就不会回来 就连小狮子都感到心惊胆战 因为它们并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就在这时 天空乌云密布 一场暴雨把小狮子淋得像个落汤鸡 它们相互依偎在一起 打理身上潮湿的毛发 它们现在显得更加瘦弱 黑眼圈十分明显 尽管这样 它们依然没有忘记培养彼此之间的感情 帮助对方舔掉身上的水珠 这些都需要相互帮助才能完成 想要走出这片草原注定非常困难 每一只小狮子都显得精疲力尽 它们的前进将面临极大的阻力 这样的场面催人泪下 原来在大自然里生存是如此残酷 如果没有充足的猎物 它们将活不了多久 最后在母狮强有力的带领下 它们终于走出了困境 小狮子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 明镜需要则蜴并ظ probabil许可 轻 confined